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說日本的登月器 為什麼會反轉呢? 這件事你真是不知道 在它整個東西 原本一定是頭上尾下地下的 下到最後的時候 原來那個地方是一個斜坡 或者有一塊石子 讓它 令到它 還有很多噴射器同時在周圍噴的 它可能有給一些東西 讓某個位置吃力吃多了 然後一落地下的時候 浪一浪 滾一滾 打了個關斗 這件事就沒有辦法知道詳細原因是為什麼了 但是就可以這樣發生 但是如果裡面有人沒有嚴重? 有人反轉了還沒有嚴重 如果反轉了之後 然後原來沒有想過那個方案是怎樣走出來 那就麻煩一些 可以是大鑊的 其實 但是我記得在阿波羅計劃的時候 就要靠個人自己駕駛 反不反轉就由他自己控制 就要靠個人 會叉車這樣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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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不詳細討論了 我們這一節講講人 你有沒有遇過這些人的眼珠 是綠色或者藍色的? 當大家去得多外國的時候 你總是看到別人的那些什麼 我們經常說什麼紅鬚綠眼那些這樣的東西 但是你問我有沒有機會很仔細 去很近距離去看著一個外國人的眼睛 那裡是藍色還是綠色呢? 就是我又不是很敢太過 就是我還未至於有個朋友熟成這樣 但是你如果要找到 就是有些人不是黑色眼珠 那在香港我想你也曾經會見過 就算你不是在街上人見到 你看一下雜誌你也會見到 那甚至乎有些人覺得很有趣 連那些寵物動物都有些藍綠色眼珠 還要是兩隻眼的眼珠顏色不同 就更加有趣了 人都有藍眼珠 有綠色眼珠有不同的顏色 但是背後的原因 一定是回到基因的那個層面了 那原來對於這些這樣的 藍綠色眼珠的人那種這樣的基因層面的研究 都有些有趣的發現和大家分享 那這個如果是基因層面 就是說那些是另一批人來的 你怎麼說它是另一批人呢 我就會這樣說 它是基因上面有其中一個半個位置 不知道會不會有兩三個位置 是不同的 而且這個不同是可以繼續擴散出去和流傳下去的 那反映出來的特徵就是眼珠的顏色不同了 那這裡又要這樣說了 那種這樣的眼珠的顏色怎樣不同呢 那有沒有解釋的呢 那很多時候你說我們皮膚的顏色不同 就會歸咎於某一些色素的類積 譬如黑色素多一點 那皮膚就會深色一點 會不會有些人是黃一點的 那會不會是歸咎於他天生 他自己一些內臟的功能會有些不同的 那譬如我們現在這些亞洲人種 就會比較偏就是黑色頭髮 黑色眼珠、黃皮膚 但是有人說這樣就是中國人了 但是世界上很多不是中國人都是有這樣的特徵的啦 甚至乎也都反過來說 就算你真的是中國人 也都可以有其他不同的基因變異 所以就不需要用這些東西和種族 是賴上一個太強的關係 那如果你說眼珠那個 其實通常是說的是紅膜的顏色 因為你的眼睛 我們現在看到眼珠的部分裡面有個晶體 就不是那個晶體給那個顏色出來的 而是在那個控制那個光的光圈 外面那塊肌肉那個紅膜組織肌肉給那個顏色出來的 那其實你說就算我們所謂看到黑眼珠呢 很多時候都是非常深的啡色來的 這個就要說回它裡面無論色素啦 甚至乎它一些比較仔細的那些生物結構裡面 會令我反映到什麼顏色出來的 但是我們就不是主要在說那個顏色的原因啦 就是在說我們有沒有去考證這件事的來源 可不可以追溯在哪裡什麼時候發生呢 那原來我們現在有答案了 但是剛才你提起皮膚那裡 那個應該不是單止那個基因的 是我們適應的那個環境嘛 是是有先天的 我直接因為去年我被大人殺了很多 如果沒有黑色素 因為試過有一個人在地盤做嘛 他皮膚很白滑的嘛 結果曬了幾天就曬到出泡 就是出泡了 結果就是那些人說 你怎麼樣呢 你應該曬了幾天先 讓你皮膚黑了先 那你才去地盤做嘛 所以這個是不是應該是一個皮膚的顏色 是不是一個進化的結果來呢 這個可以是後天 但是這種後天獲得的 是不是會直接令到你生出來 都可以有個黑色皮膚呢 那就可以這麼說 絕大部分的機率就不是了 你要這種後天獲得出來的特質 最後反映到你在那個先天的基因 是需要你的身體有個基因變異才行的 但是為什麼我會比較猶疑 就是會不是100%是呢 而且我們是的而且確找到 是一個非常之弱的一個理由 是找到有一些的生物的徵狀 是可以透過上一輩的修煉 是可以多給下一代的 不過那個佔的那個百分比是很少很少的 那皮膚你繼續會看到 白人和白人生的 如果它的基因整套東西就是白色皮膚 它生出來就是白色皮膚 但是任何人當你曬得多 那你是會可以發展到 有更加多黑色素的皮膚變深色 那這裡就另外一個 和我眼珠那個故事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不過就是對於皮膚色素來講 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後天的因素在那裡 剛才你提到的後天因素如何影響那個先天因素 那個叫epigenetics 但是這個超出我們今天講的範圍了 但是這個對照就是原來就說 所有藍眼珍的人其實都是有關的 那有關是什麼意思呢? 這要講的原來他們是有共同祖先的 所有世界上藍眼珍的人應該是親戚來的 那這樣講的 甚至乎你可以 那你可能覺得有什麼這麼厲害呢? 所有地球人類都可以是親戚來的 大家都有共同祖先的 不過那個祖先是要講回去更加遙遠 講到是可能在講幾萬甚至是幾十萬年前 那些這樣的原始人那裡 跟著甚至乎我們會再講得誇張些 人類和這些這樣的黑猩猩啊 都是遠親了 你可以這麼說 當然那個基因差異得越遠的時候 你的遠親就真的有越遠了 你要找到那個更加遙遠的祖先了 最後你可以將它推移廣之 講到原來我們跟亞米巴猿蟲 是不是都有親戚關係呢? 你也可以這麼說 但是現在很有趣的就是說 我們找到一種在人類身體上面的基因變異 找得到那個時間距離 只不過大約是六千至一萬年前而已 就是說 你如果看回人類的現代智人發展的歷史 其實就是最近幾萬年的事 原來在人類有文明以來 就是說 由世界上 由一個藍色眼珠的人都沒有 到突然出現第一個有藍色眼珠的人 到今天我們看到有很多這些藍色眼珠的人 我們看回原來這件事發生、發展出去 就是在人類伴隨著整個人類文明一起人育出來的一件事 這又要提到最近的基因的考究分析 原來我們的邏輯很簡單 就是我們搜集世界上有藍色眼珠的人的基因 然後就跟他們做比對 然後看他們大約都是在幾多代之前 是有共同祖先 原來就透過比較相似度 一直這樣計算上去 原來基本上確定到 在6000至1萬年前 還要知道在哪裡 大約在黑海的地帶 就是中亞的地方 就出現了世界上第一個人 他有基因變異 而這個基因變異就令到他的眼珠是藍色 藍眼星人 第一個孕育出生的地方 原來就是6000至1萬年前的中亞地方 這個基因繼續繁顯傳下去 就令到我們今天看到世界上 這一群有藍色眼珠的人 就是這樣走出來的了 嗯 這個時間就剛剛一萬年前了 OK 那個人就跟著生兒育女 他又傳到那些藍眼睛給下一代 是的 而且我們還確定到基因變異 原來出現了在第15條染色體那裡 就是我們23對染色體 其中在第15號那個染色體那裡 就有一個基因就變異了 就令到出了藍色眼珠 這個變異為什麼走出來呢 其實你沒得解釋的 但是這個變異就對人無害了 甚至乎可能你說如果台長 你恨不恨自己有對藍色眼珠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有藍眼珠會比較帥 那不用恨的 你現在帶個contact lens 才能做到這個 沒錯 你可以自己試一下 用帶什麼都可以吃 是的 以前就沒得這樣玩 那你就要期待基因變異了 現在你發覺就是 就是有個這樣的基因就會流傳下來 現在就統計地球上面 有這個藍色眼珠基因的人 是有成7億人的 聽起來好像很多 但是你要記住 有這7億人裡面 最後不是個個都有藍色眼珠走出來的 因為有些基因是會隱藏的 有些就會顯現的 所以它就說 整個地球上面有幾十億人 但是中間有7億人是攜帶著這種基因 現在就是有這樣的資訊 就是很有趣的 這種基因人類考古的工作 很多時候就會給到一個這麼有趣的結果出來 那它背後做的就是一個基因分析 和一個統計學的分析 然後就幫你去做一些定連 和找到那個位置 所以其實整個研究 一個最特別的一個訊息就是 原來就是那個藍眼珠人 共同祖先 就原來是出自中亞 6000至到1萬年前 是不是 統計就是說 在這個全世界現在的人口裡面 有七成至八成就是中式的 這個藍珠 有8至10%就是藍眼珠 但是更加稀有的就是 綠色的眼珠的人 只有2%而已 所以你看到以後 看到綠色的眼珠的人 除非它帶了這個continent answer 否則你要非常之珍重它 因為2%很容易沒有了就沒有了 是 是 是 除了這個人體的特徵之外 我們都要研究其他人體的特徵 你有沒有研究自己的尿出來是什麼顏色 這個呢 研究也不敢說 小時候就要留意的了 這些東西 然後一講小尿 小朋友就興奮 是不是 但是其實背後 一個很認真嚴肅的科學問題就是 是的 為什麼人的尿是黃色的呢 我們有什麼很簡單的答案呢 原來又很出奇地 又不是解得非常清楚的 我自己比較深究一下自己的尿液顏色 就試過有一次的 我不知道台長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呢 吃了一些東西的色素比較重 譬如以前那個年代 你吃那些酸齋 很多時候你會很容易 就是吃完出來 就摸一些比較橙色 綠色的尿出來 那就是因為 嘩 你一看他就馬上害怕 發生什麼事 沒有的我 我純粹覺得好笑而已 但是那些排了出來 就沒事就沒事了 這樣 但是平時就算你不是吃了一些色素下去 那你的尿的尿液就是有顏色的了 而且會隨著你喝水喝一多和少 那個尿液顏色不同 而且甚至乎我們會從那個尿液顏色 去留意一下人的健康狀態 那譬如說有肝病肝功能衰竭的人 那個尿液就會是茶色 甚至是白蘭地的色 那病得很嚴重的人就會這樣 那另外就是 如果有血的顏色也是非常危險的訊號 就是你那個腎裡面 照計就很有效地將那些 血紅素、紅血球的東西 是會留在血裡的 就不應該有任何帶血顏色的東西 放進尿液那裡的 有血尿液也是非常麻煩的 那甚至乎就是尿液顏色是有混軸 也不是一個好的訊號 甚至乎有些尿液會有些起泡 那這個也是一些發炎 還有就是有其他細菌 在那裡產生了一些生化作用 給出一些氣體泡沫 都不是一些正常健康的東西來的 那所以簡單單單你說 由中醫醫理角度 你只是看你大小異辯的那些顏色 已經知道你的健康狀態 那人在正常狀態的時候 那些尿液都會有些黃黃的淡黃色 你喝的水少就深黃色 那那些黃色是從哪裡來的呢? 原來一路就沒有算是有一個簡單的解釋 但是沒有一個很清楚的整個機制 可以由頭到尾完整去解釋下來的 那現在剛剛這個禮拜也有個專題報道 也很有趣的就是 它的結果也是刊登了在自然期刊旗下的 那個叫做Microbiology 微生物學的那個附屬期刊那裡 就解構一下尿液黃色的原因這樣 那是不是我們有俗語講的人 吃什麼餓什麼呢? 又不完全是 是不是? 很多時候你吃很多古靈精怪的顏色 但是就不一定是蛤那種顏色的 那作為小時候又這麼喜歡 留意屎尿屁和吃口粒濕的我呢 那譬如吃有一種很彩虹顏色的糖 OK? 裡面是紅橙黃綠青藍紫什麼色都有 那會不會自己就蛤那個彩虹顏色出來呢? 我一同自己小朋友講這些就很多話題了 就很圓圓不絕的了 但是我們發覺的答案不是的 我們是有一些的色素是我們人體可以分解得到 就是其實呢 在我們的身體裡面是充滿了很多這些 對於有機物和無機物的一些的排出過濾 分解的過程在中間 令到我們出來的尿液大體上面呢 都是那個黃色 那我們就要問了 那黃黃色甚至乎有時候可以去到 橙橙的顏色的這些顏色 主要是從哪裡來的呢? 你說如果普通那些黃色、紅色的色素呢 很多時候我們用一些可以分解的 令到它變成一些沒有顏色的化合物 那最後出來就透明了 但是無論你避開了不吃的那些色素也好 剩下來我們人體自然排出來的那些藥液的黃色 在哪裡來的呢? 現在我們就知道 其實是來自一種由血液的新陳代謝的過程 在我們身體裡面是發生很多新陳代謝的過程 不只是幫我們分解食物去獲取能量而設的 而且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 將我們產生出來的廢物是去掉走了 那譬如說其中一個排泄掉走廢物的機制 就是我們的長度排泄、大便排泄 那就會是將我們長度裡面一些死了的細菌 就會堆成一堆 就連同食物殘渣排出來 那這個是大便那方面的 而小便那方面也都有的 因為在我們身體那個循環系統很多液體的 就是無論是淋巴還是血液循環系統 如果有些什麼髒骯髒的東西 其實一個很方便的方法就是在腎裡濾出來 是不是? 那譬如有些什麼東西呢? 我們知道我們的紅血球 在我們身體裡面存活的那個時間 是三、四個月左右而已 那這個也定義了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捐血就不要太密了 我們三、四個月才好去捐一次血 那這個正正就是我們身體 重新生成了新的紅血球那個補充的那個周期 那在這個三、四個月之後 這些這樣的紅血球 有些它就會拿出來拆散了 變成了做血小板 但是用不完的有些又怎樣呢? 它有一些的血紅素細胞 就將它在身體裡面有一堆的新陳代謝過程 而這堆新陳代謝過程 未算是在身體的生化層面做很詳盡的抽屍剝鹼了解的 我們知道就是原本來自這些死了的紅血球細胞 將它拆散了之後 有部份的東西變成一種膽紅素的這些東西 它會做進一步的拆解 這些膽紅素它拆解了之後 原本在這支膽紅素就是帶一些紅色的藍色的 它就會其實帶紅橙色 身體上有一些適當的酵素 再將它拆解的時候 就會變成一些黃橄橄的東西這樣走出來 所以簡單來說 那些尿液的黃色就是我們血液的排泄物來的 血紅素的殘渣來的 如果這些殘渣沒有被很好的處理的話 處理的分工有肝臟有它的角色 腎臟有它的角色 肝臟幫你拆解一部份 你去到腎臟再去過濾拆解另外一部份 隨便一邊做漏的東西 就令到那個尿液顏色都有古靈精怪的了 譬如就是說我們知道肝功能失調的人 它那些膽紅素過份累積 就令到甚至乎那些黃黃青青的東西 就累積了在身體 所以就黃膽有肝病的人 或者寶寶仔 他那一出生的時候 肝功能發育未健全的時候 皮膚就會偏黃了 黃膽就是這樣來 到它能夠處理好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拆解了 給它到腎裡再排出來 於是乎就透過那個尿液的排泄 你會看到那些黃色的東西 就由那個尿那裡走了去 從這裡我們可以這麼說 我們在科學上面有多了一點的認識 就了解了肝臟和腎臟去怎樣拆解和排泄 這些膽紅素的過程 我們就知道基本上那個尿液的黃色 源頭就來自血液的新陳代謝物 出來的膽紅素 而中間那裡怎樣由膽紅素那裡 再進一步去分解和有些細菌的作用去參與 再將它拆解成為我們看到的黃色的那些這樣的物質呢 那其實就要再進一步去抽屍剝鹼了 所以你說在這裡就看到 為什麼尿液是黃色那裡呢? 你會發覺原來是需要我們對於身體的新陳代謝 變成一個非常深入的了解才可以回答得到 所以我建議大家不妨多留下大家 自己大小二變的顏色、形狀、味道 可以發現 味道是難一點的 不是的 你… 喂… 你拆出來的肆臭不臭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OK 就是臭過它的味道 不是味過它的味道 是嗎? 好了 這隻完成了 我們下一節就回來 好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這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 紀圖你怎樣看?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 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麼有機會 人們就去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 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有人扮我們兩個 還不重要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的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只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我和阿企圖 我和阿伯都說 對不起